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报道,16名参加绝食抗疫的难民,均为20至25岁的非洲青年难民。 这些难民对于布雷西亚式难民,庇护营伙食条件极为不满, 特别是庇护营在炎热的夏天,每天限定很短的洗浴时间,使难民根本无法正常生活。 较早前,布雷西亚式庇护营的难民代表,曾多次向当地政府难民事务协调员提出要求, 希望政府能够改善难民的生活条件,尊重难民的民族习惯,延长难民的洗浴时间和次数。 政府难民事务协调员始终未给予难民明确答复,最终引发了16名难民集体决士抗疫。 布雷西亚式市长德尔伯诺·霍西南民决士的消息后,表示非常遗憾。 他说,布雷西亚市政府完全是按规定,向难民供给食物,和发放生活补助,就难民庇护营币生活条件而言,也许会有些不尽人意,但政府从没有限制难民的自由和洗浴时间。 德尔伯诺表示,布雷西亚市政府曾多次为难民安排工作机会,目前,已经有很多难民走向社会参加工作,但是,留在庇护营地的难民,更多的是不愿意去工作的人。 对于难民绝食的问题,政府已派出工作人员进行协商解决,他真诚地希望青年难民要走向社会去工作,去开始新的生活,而不是躲在庇护营等待政府的救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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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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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